好 再来看到是积压在台北看守所54天的陈水扁 20号再次展开了进食 三餐都不吃只喝水 因为去年11月这陈水扁首度进食的时候 5天后就被送到亚东医院借户就医 这一次陈水扁二度进食 而且拒绝北所安排的梁脉搏还有血压 这距离24号开庭日刚好也是5天 陈水扁是不是能如期出庭 还是充满许多变数 被积压在台北看守所 将近两个月的陈水扁 因为不满司法不公决定再次进食 昨天他的早餐中餐跟晚餐都是没有进食 进食的情况 早上我们早餐提供他的时候 他是没有服用 我们有劝他吃饭 那他的反应 他就是不吃 陈水扁也进食意志兼定 也向马英九死见表达司法对他的不公平对待 时间回到去年11月12号 陈水扁首度被积压时开始进食 对5天后就被送到亚东医院借护就医 一直到了26号才开始进食 前后共14天 这是陈水扁二度进食 距离下周二24号的开庭 也是恰好相差5天 再次展开进食 北所不敢大意将持续密切观察 我们医生去跟他做这个监测的动作的时候 他是拒绝的 所以目前状况身体状况还好吗 我们的医疗人员说他的情况目前还算平稳 那昨天律健回来以后 律师有交给他一些资料 他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阅读那些资料 然后还有看那个电视 随着司法审判的日期越来越近 陈水扁的动作也越来越多 现在又再次展开进食 24号的开庭 陈水扁是否能如期出庭 仍充满许多变数 这次新闻姚立强 少帆轩 台北采访报道